前不久 老西谷林佳华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一组照片 曝光了一家人的近况 林佳华写道 庆祝父亲节 家中吃火锅 三代同堂 两个父亲各个吃得笑呵呵 还有甜品提拉米苏 吃得饱饱的去睡觉 经照中 林佳华与家人在家吃火锅过节 菜色非常丰富 有虾有肉有蔬菜 隔着屏幕都能让人食指大动 罕见露面的林佳华 穿着蓝色居家服 衣着休闲 不知不觉 她已经65岁了 岁月对她不太眷顾 她的头发花白 皱纹明显 苍老了不少 对比以前在TVB演戏的样子 变化很大 1957年 林佳华出生在香港一个警察之家 起初 林佳华让儿子长大后也做警察 那时候少年警校刚刚成立 17岁的林佳华 遵从父亲的医院考入警校 成为了少年警校第一批学员 那时候的林佳华 就已经长得一表人才 在学校里汇报演出的时候 她总是站在第一个 还拿到了警校的最高奖项 赢敌奖 毕业后 林佳华顺利成为一名警察 当时政府为了宣传法律知识 避免青少年走入歧途 特意开办了一个节目名叫少年警训 专门做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 而林佳华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也是第一代主持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节目 让林佳华被更多的人看到 她阳光帅气的形象 也为警队增光不少 此外 林佳华在节目中的表现 还收获了一位制作人的注意 她就是利德电视台的监制 麦当雄 利德电视台也就是亚氏的前身 早年的风光和少事不相上下 而且在电视方面利德更胜一筹 张国荣 毛顺军 周星驰都是在利德出道的 只不过后来少事成立TVB 拿下了港姐的转播权 并将众多港姐迁运到旗下 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势 而亚氏虽然也举办了亚洲小姐的比赛 但热度远不及港姐 两家电视台逐渐拉开差距 后来亚氏便无法与TVB相抗衡了 麦当雄毕业于利德的导演班 毕业后便进入利德工作 后来转型导演 曾获得过金马 金像等多项大奖 除了林佳华外 徐景江也是她发掘的演员 当年徐景江投资失败穷到连饭都没得吃 正是麦当雄让她去拍风月片 才让她重新走红 后来徐景江在钟星驰电影多次出演 敖拜一角 也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 麦当雄邀请林佳华拍摄电视剧《鳄鱼类》 并担当主演 这也是她的影视处女作 由此开始她脱下警服成为一名演员 只不过林佳华在利德不过两年光景 她便转入了TVB的旗下 那时候她的形象好 受到高层的力捧 拿到很多男主角的资源 这其中很多都是警察的角色 1980年 林佳华在上海滩剧集中饰演郭震昌 一个仪表堂堂的富二代 对剧情起到关键作用 这部剧当时是TVB的重点剧 周润发饰演许文强 吕良伟饰演丁丽 谢霆锋的父亲谢贤饰演反一号迪云志 只不过这部续集当中没有冯澄澄的故事线 当年TVB拍摄金庸名作《射调英雄传》时 最先定下了女主角黄蓉由吴美玲饰演 而郭靖原本要交给林佳华饰演 结果阴差阳错到了黄日华手里 后来黄日华版的《射调英雄传》打破了TVB的收视记录 不断被重播 从香港活到了内地 而林佳华则错过了一次大火的机会 也错过了一次成为无限无虎之一的机会 不过十几年后 她在张志玲版的《射调英雄传》中 饰演了杨铁星 可惜这一版的口碑和收视都不计前作 而且拍摄这部剧时 张志玲和朱英这对男女主还传出了绯闻 那时的张志玲身边已经有了女朋友袁咏仪 当时的绯闻闹得很厉害 以至于此后多年三人未曾同台 林佳华从最初的男主人选变成了男主的父亲 不光是因为十多年的时间她变老了 还因为在23岁的时候 因为拍戏导致她毁容 当时林佳华拍摄一部古装剧 根据剧情她需要经常佩戴面具 为了将面具戴得更老 她经常用胶水固定 结果拍了一段时间后 她的脸愈发难受起来 但因为拍戏日程十分紧张 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处理 等到戏终于拍完的时候 她的脸已经出现浮肿并长痘 这时再去医院 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林佳华的脸从此落下了坑坑洼洼的痕迹 再也没有了小鲜肉的元气 就像如今很多演员拍古装剧要戴发套一样 每次卸妆都要用酒精擦拭干净 对皮肤损害很大 让很多男演员有发极限后遗的苦恼 林佳华那时候根本不懂得护肤 在警察家庭长大的她 也从来不注重自己的颜值 因此毁容之后她并没有抱怨 反而乐观地说 以后自己接更多有挑战的角色 可以证明自己的演技了 但林佳华的脸给化妆师带来了很多困扰 甚至很多化妆师都不愿意为她化妆 就在这时 林佳华认识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化妆师 名叫刘宝珍 她丝毫不嫌弃林佳华的脸 紧利用妆容演示她脸上的瑕疵 后来刘宝珍慢慢成为了林佳华的专职化妆师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变成了男女朋友 刘宝珍的长相并不是什么大美女 和林佳华剧中的那些美女明星无法相提并论 但两人互相珍惜 于1984年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结婚那年 林佳华才27岁 因为这张脸很难在获得主角的机会 虽然戏约不断 但大多都是配角 同期的TVB男星刘德华 梁朝伟早都已经大红大紫 好在林佳华和刘宝珍的感情非常和睦 两人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时香港的房价已经在疯涨 像林佳华这样的小演员辛苦一辈子 也买不起一套像样的房子 所幸 她和很多香港人一样选择移民加拿大 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此后林佳华便往返于加拿大和香港之间 一边在香港赚生活费 一边在加拿大陪伴家人 这样的生活一连过了好几年 终于在1995年 林佳华拍摄完最后一部电视剧 《万里长情》后 宣布退圈 回到加拿大和家人一起生活 此后林佳华便没有了消息 偶尔发表动态也是分享和家人的幸福时光 而且林佳华和刘宝珍的生日 仅仅相差一天 每年一家三口都会做顿大餐庆祝生日 这样低调频繁的生活 林佳华一直过了11年 2006年 她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49岁的她返回香港继续拍戏 虽然这时香港影视剧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但她还是获得了几个不错的机会 林佳华付出的第一部戏是电影《狗咬狗》 这是一部由陈冠希和李灿森主演的动作警匪片 她在电影中不再饰演警察 而是警察的父亲 随后 她又出演了谢霆锋 房总明主演的《男儿本色》 虽然她的镜头依然不多 但这两部影片算得上 那个时期质量上乘的港片 之后的经典港片《窃听风云》系列 时装警匪剧《顶接线》也都有林佳华的加盟 她的角色也回到了扮演警察 不过复出拍戏的林佳华也曾引起过争议 在2017年拍摄的电视剧《灿烂的外母》中 她和女星姚子玲饰演一对情侣 剧中还有亲密的吻戏 当时林佳华已经60岁 而小她24岁的姚子玲当时36岁 观众戏称 两人的吻戏是96岁之吻 而且姚子玲之前和陈山聪 饰演过多次情侣 CP感很强 所以网友对他们这对忘年CP并不买账 后来姚子玲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此事 她胜在林佳华非常敬业 是值得学习的前辈 还大方表示 再过四年两人可以拍摄100岁之吻 在林佳华几十年的拍戏经历中 一直都是绯闻绝缘体 这是为数不多的争议 她的太太刘宝珍也非常信任她 两人结婚三十几年 从未传出绯闻 一直相近如宾 2021年11月12日 是两人结婚37年的纪念日 林佳华晒出多张和妻子庆祝的照片 两人穿着同款白色毛衣 如同热恋情侣一般亲密 而刘宝珍保养得非常好 身材苗条 气质依旧 竟然和结婚照中相差无几 林佳华的儿子也30多岁了 五官遗传了父母的优点 长相十分帅气 个头和父亲差不多 但儿子没有追随父亲的脚步 进入娱乐圈 也很少在镜头前曝光 一家人十分低调幸福 不久前 资深演员林佳华通过其个人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组温馨的家庭照片 向外界展示了他们一家的近况 他附文表示 在庆祝父亲节的美好时刻 全家人围坐一堂 享受火锅盛宴 三代人其乐融融 两位父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餐后更有美味的提拉米苏作为甜点 满载着幸福与满足 步入梦乡 这组照片中 林佳华与家人在家中欢聚 火锅桌上菜品琳琅满目 海鲜 肉类与各式蔬菜应有尽有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那份诱人的美味与家庭的温馨 难得露面的林佳华 身着蓝色舒适的家居装 尽显随性自在 岁月匆匆 转眼间 他已步入65岁高龄 时光似乎在他身上 留下了更为明显的痕迹 白发苍苍 皱纹悶然爬上眼角 与昔日在TVB荧幕上的风采相比 多了几分岁月的沉淀与沧桑 回溯往昔 1957年 林佳华诞生于香港的一个警察世家 其父早年便寄予厚望 希望他能此成赴业 正值少年警校初创之际 年仅17岁的林佳华遵从赴命 考入了这所特殊的学校 成为了首批学员中的佼佼者 彼时的他 英姿散爽 每逢学校汇报演出 总是作为领头人出现 并荣获了象征荣誉的银底奖 其风采可见一般 毕业后 林佳华顺利成为了一名警察 当时政府为了宣传法律知识 避免青少年走入歧途 特意开办了一个节目名叫 少年警讯 专门做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 而林佳华就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也是第一代主持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节目让林佳华被更多的人看到 他阳光帅气的形象也为警队增光不少 此外 林佳华在节目中的表现还收获了一位制作人的注意 他就是立地电视台的监制麦当雄 立地电视台也就是亚氏的前身 早年的风光和邵氏不相上下 而且在电视方面立地更胜一筹 张国荣 毛顺云 周星驰都是在立地出道的 只不过后来邵氏成立TVB 拿下了港姐的转播权 并将众多港姐签约到旗下 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势 而亚氏虽然也举办了亚洲小姐的比赛 但热度远不及港姐 两家电视台逐渐拉开差距 后来亚氏便无法与TVB相看衡了 麦当雄毕业于立地的导演班 毕业后便进入立地工作 后来转型导演 曾获得过金马 金像等多项大奖 除了邻家华外 徐锦江也是他发掘的演员 当年徐锦江投资失败 穷到连饭都没得吃 正是麦当雄让他去拍风月片 才让他重新走红 后来徐锦江在周星驰电影多次出演 敖拜一角也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 麦当雄邀请林佳华拍摄电视剧《鳄鱼类》 并担当主演 这也是他的影视处女作 由此开始他脱下警服 成为一名演员 只不过林佳华在立的不过两年光景 他便转入了TVB的旗下 那时候他的形象好 受到高层的力捧 拿到很多男主角的资源 这其中很多都是警察的角色 1980年 林佳华在《上海滩》续集中饰演郭震昌 一个仪表堂堂的富二代 对剧情起到关键作用 这部剧当时是TVB的重点剧 周润发饰演许文强 吕良伟饰演丁丽 谢霆锋的父亲谢贤 饰演反一号迪云志 只不过这部续集当中 没有冯澄澄的故事线 当年 TVB拍摄金庸名作 《射雕英雄传》时 最先定下了女主角黄蓉 由翁美玲饰演 而郭靖原本要交给林佳华饰演 结果阴差阳错到了黄日华手里 后来黄日华版的《射雕英雄传》 打破了TVB的收视记录 不断被重播 从香港火到了内地 而林佳华则错过了一次大火的机会 也错过了一次成为无限无虎之一的机会 不过十几年后 他在张志玲版的《射雕英雄传》中饰演了杨铁心 可惜这一版的口碑和收视都不及前作 而且拍摄这部剧时 张志玲和朱音这对男女主还传出了绯闻 那时的张志玲身边已经有了女朋友袁永怡 当时的绯闻闹得很厉害 以至于此后多年三人未曾同台 林佳华从最初的男主人选变成了男主的父亲 不光是因为十多年的时间他变老了 还因为在23岁的时候因为拍戏导致他毁肉 当时林佳华拍摄一部古装剧 根据剧情他需要经常佩戴面具 为了将面具戴得更老 他经常用胶水固定 结果拍了一段时间后 他的脸愈发难受起来 但因为拍戏日程十分紧张 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处理 等到戏终于拍完的时候 他的脸已经出现腐肿病长痘 这时再去医院 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林佳华的脸从此落下了坑坑洼洼的痕迹 再也没有了小心肉的元气 就像如今很多演员拍古装剧 要戴发套一样 每次卸妆都要用酒精擦拭干净 对皮肤损害很大 让很多男演员有发际线后仪的苦恼 林佳华那时候根本不懂得护肤 在警察家庭长大的他 也从来不注重自己的颜值 因此毁容之后他并没有抱怨 反而乐观地说 以后自己接更多有挑战的角色 可以证明自己的演技了 但林佳华的脸给化妆师带来了很多困扰 甚至很多化妆师都不愿意为他化妆 就在这时 林佳华认识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化妆师 名叫刘宝珍 他丝毫不嫌弃林佳华的脸 尽力用妆容演示他脸上的瑕疵 后来刘宝珍慢慢成为了林佳华的专职化妆师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变成了男女朋友 刘宝珍的长相并不是什么大美女 和林佳华剧中的那些美女明星 无法相提并论 但两人互相珍惜 于1984年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结婚那年林佳华才27岁 因为这张脸很难再获得主角的机会 虽然戏约不断 但大多都是配角 同期的TVB男星刘德华 梁朝伟早都已经大红大紫 好在林佳华和刘宝珍的感情非常和睦 两人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 那时香港的房价已经在疯涨 像林佳华这样的小演员 辛苦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像样的房子 索性他和很多香港人一样 选择移民加拿大 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此后林佳华便往返于加拿大和香港之间 一边在香港赚生活费 一边在加拿大陪伴家人 这样的生活一连过了好几年 终于在1995年 林佳华拍摄完最后一部电视剧 《万里长情》后 宣布退圈 回到加拿大和家人一起生活 此后林佳华便没有了消息 偶尔发表动态 也是分享和家人的幸福时光 而且林佳华和刘宝珍的生日 仅仅相差一天 每年一家三口都会做顿大餐庆祝生日 这样低调平凡的生活 林佳华一直过了11年 2006年 他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49岁的他返回香港继续拍戏 虽然这时香港影视剧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但他还是获得了几个不错的机会 林佳华复出的第一部戏是电影《狗摇狗》 这是一部由陈冠希和李灿森主演的动作警匪片 他在电影中不再饰演警察 而是警察的父亲 随后他又出演了谢霆锋 房祖明主演的《男儿本色》 虽然他的镜头依然不多 但这两部影片算得上那个时期质量上乘的岗片 之后的经典岗片《谢霆锋云》系列 时装警匪剧《警戒线》 也都有林佳华的加盟 他的角色也都回到了扮演警察 不过付出拍戏的林佳华也曾引起过争议 在2017年拍摄的电视剧《灿烂的外母》中 他和女星姚子玲饰演一对情侣 剧中还有亲密的吻戏 当时林佳华已经60岁 而小他24岁的姚子玲当时36岁 观众戏称两人的吻戏是96岁之吻 而且姚子玲之前和陈山聪饰演过多次情侣 CP感很强 所以网友对他们这对忘年 CP并不买账 后来姚子玲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此事 他盛赞林佳华非常敬业 是值得学习的前辈 还大放表示再过四年两人可以拍摄100岁之吻 在林佳华几十年的拍戏经历中 一直都是绯闻绝缘体 这是为数不多的争议 他的太太刘宝珍也非常信任他 两人结婚37年从未传出绯闻 一直相敬如宾 2021年11月12日 是两人结婚37年的纪念日 林佳华晒出多张和妻子庆祝的照片 两人穿着同款白色毛衣 如同热恋情侣一般亲密 而刘宝珍保养得非常好 身材苗条 气质依旧 竟然和结婚照中相差无几 林佳华的儿子也三十多岁了 五官遗传了父母的优点 长相十分帅气 个头和父亲差不多 但儿子没有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娱乐圈 也很少在镜头前曝光 一家人十分低调幸福 一家人十分低调幸福